走 咱们的带队教官回来了 你的那些宝贝嘎嘎 混的都怎么样啊 都比我这广告司令强 就没什么问题 学是吗 怎么会没有问题呢 你知道就好 告诉你啊 有好多老百姓 把状都告到我这儿来了 哪有他们这么干的 还懂不懂点王法 什么意思 有几个学生太不像话了 他们强行在那扩充兵员 升榜了在那儿 具体的 那个在王牧区 那个学员叫什么 马长信 对 就是那个马长信 你知道他现在武功队 有多少人吗 我这趟还没跑到他那儿去呢 七百五十人 娘的 都快赶上我独立营了 这人多好啊 武功队用不了补充到部队啊 你知道 他这七百五十人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你说说 这小子 胆子也太大了 他妈 拎着把枪 揣着一个也不知道谁给的印 跑到一个三不管的村子 一进村 就把全村的人召集起来开会 当场他就任命了连长排长 后来他又跟老百姓说 他说你们要不要抗日啊 老百姓说 当然要啊 他说好 要抗日的人都上这边站着来 老百姓呼啦一片都上这边了 然后他又说 好啊 你们要想抗日 那就跟着我走 都去当兵去 这一下子啊 带走了一百多人 到了地方 一晚上就跑了二十多个 他又带着人 把这些逃兵 一个一个都绑回来 老百姓人家就问了 你八路军怎么还绑老百姓啊 你绑老百姓是八路军吗 跟他娘的国民党抓壮丁 有什么区别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 我绑你是去抗日 那就没错 你抗大教出来的学生都这样 那政策水平都哪儿去了 老科 知道这个马长信入学前 是干什么的吗 干什么的 就是你们三五八旅 骑兵台排长啊 跟你一个单位啊 虽然说你不能只骂咱们抗大 要检讨得一块儿检讨 我检讨什么 我送的是土屁子 到你那儿全是去镀金的 是得批评 而且得严肃批评 纠正 可是你老贺做事也做得太绝了 要什么不给什么 就给一支枪啊 我明告诉你 你那印是我磕的 你说你让这些人怎么办啊 一个一个都让你逼疯了 那巧妇还难为五米之锤呢 不逼行吗 不逼能有出息吗 这钢得千锤百炼不是吗 报告 台阅军区首长来电 请杨队长说话 你小子是不是打我小报告啊 去啊 我老贺是这种人吗 喂 是 我在三分区 是 对啊 我正在跟贺司令汇报工作呢 什么 是 重复一遍 立刻赶往东山域 率领西二团 营救突围中的第一战拘职 泛新亮部 怎么回事 日本华北方便军 用六个师团 把威力皇子十六个师 是包围在众调山地区 泛新亮部向我太阅军区突围 我奉命营救 我也是刚看到战报 你说这卫力皇是怎么指挥的 十六个师让人家给包了脚吧 死了四万多 被俘也将近四万 人家日本人才死了六百多 真奇怪 我老贺这辈子就没见过这样的账 我得赶紧走 血缘交给你了 好 准备 踏下 踏下 踏下快点 踏上门上 后边动作快点儿 你别跑了跟我过来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我是三股五三一营鸡泡连点长朱立贤 你那人带出来做什么 只能是一个技术 不过剑剑还在 下去全部带出来了 就是炮弹上了点 朱立贤 你现在是三十五台第一营鸡 你的金宝连 就在这里给我射出剑上剑 肩腿膏挡住尾前吹 肩腿肩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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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手出一口让更多的弟兄冲出去 是 师傅 走 咱这五三营鸡鸡泡 都冲了在这 咱这五三八 算好我二刀都冲了 冲了在这 行 连长 反正咱也好不动了 要死就死在一块吧 错了 我是营长 你赢了都冲好了 给我冲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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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出来的 刚才的警卫排进去进地区了 亲你了没有 呆客在杜上是骂了 石不合三十五团 三十六团 大部分都冲出来了 只有三十七团一直联系不上 你要卖皮 这他们打的什么窝囊上 知道 这是谁 范市长 报告失作 这是四十三军参谋长杜怀生 四十三军的杜参谋长 到我这有个公关 范市长 我能单独跟您说句话 你想跟我讲什么 范市长是否了解战局 战局怎么了 中条山之战大局已定 我军十六个市原先聚首的黄河一北 现在只剩下孙殿英和庞炳勋 其余的进阶丧失 范市长不愧是军中骄子 晚红安于祭岛且燃眉于道玄 居然能在重兵重重包围之下 带出了两个团 不像其余的部队兵败如山倒 作鸟受散 你想讲什么就跟我直讲 痛快点 日本军所属军团第三十六师团 第四十一师团 还有第四第九旅团已经抽身 正向我们合围 您的索性部队 还有八路军的部队 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我看你不像是四十三斤的参谋长 你他妈倒像是小鬼子的参谋长 范市长眼力不错 范市长 日本陆军第一军司令小龙易南 正是碧人的朋友 他很欣赏范将军 他给您带了一份礼物 他对范市长敬仰所致 我们四十三军两个小时就垮了 而范市长 四十三军有你这样的参谋长 也能不靠 你看看会票 那可是二十万杠仰 你他妈也太无耻了 敢带日本人来买我 范市长 范市长 毕人也是为了你好 为你的部队兄弟身家性命 冒着生命危险而来 你要三思 三思 来人 这个日本特务谁招来的 是范府参谋长介绍来的 把他们两个都给我绑了 师傅 持续命令 是 师傅 冤枉呢 我哪知道他是日本特务 你让我去死可以 可我不能顶着 汉奸的名闻去死 方少良 你就给我直说吧 拿了这狗肉的多少钱 老方 敢作敢当 生死有命 我瞎了眼了 收你这个王八蛋五百个大洋 我哪知道你是特务 市长 市长 你让我在赶死队 好看死在真地上 咱不能顶着汉奸的帽子 你已经脏了手 不能玷污了我的干死队 拖出去给我包了 走 拖出去 走 走 走 市长 我冤枉啊 对话 走 走 我冤枉啊 此时同胞全体关闭 凡出卖祖宗勾结日为者 一旦发现立即强决 是 市长 市长 日本第九旅团 已经攻上了东山玉口 师祖 您就吃点东西吧 你有完没完 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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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祖 八路军的洋团长来了 见还是不见 李青 见 我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 出去 放开吧 是 李青 说实话 我老奔这一仗 受打击太大了 丢人哪 别呀 你老范一向乐观哪 眼前的这点失败 是暂时的吗 这不仅仅是失败 是大贵 十多万人 十多万人 短短几天 稀里哗啦就垮了 走 我也想不通 就双方的军力而言 不至于打成这样子 此战逼不输在军事上 是奇迹 这也涨下来才知道 咱中国咱就那么多汉奸的 你的兵力部署给人家卖了 连集团进司令部里面 都跟日本人拉拉扯扯的 你还打什么呗 你他娘的想拼命都不成啊 李青 有 有这样的事吗 凡汉奸 利潮略带斗幽 我老范这辈子 除了恨日本人 身下的就是汉奸 这种人 比小鬼子还可恨 我把我脸是劲 那里从内部攻破 但他毕竟是极少数 极少数没做白雷 就是因为少才可恨 一两个人把十多万人都给卖了 枪崩了是便宜了的 千大忘卦都不解气啊 这他妈打得什么招 窝囊 窝囊死了 老范 你们打了很多好仗啊 你别安慰我了 你我之间 用不着安慰 我是认认真真子子兮兮地研究过你们的松骨会战 台儿光之战 武汉回战 你历清干嘛要研究我们 我现在军事教员 不研究这些战利我跟学生们说什么 那你都研究出些什么来了 就正面战场而已 有一个问题 总算是弄清楚了 什么问题 战前啊 还没打仗呢 就有人下了决断 说就双方国力而言 中国绝非日本对手 双方国力有差距 我承认 但是双方到底有多少悬殊 谁都不知道 对吗 是啊 经过三个月苦手的松骨会战 我发现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啊 绝非不堪一击啊 对吗 接下来 台儿装一场扎扎实实的胜仗 打破了 日本皇军什么 所向无敌的这种狂野 这两场仗 打出了我们中国军队的威胁 是 李青 你能这么看 难得啊 吃饭 后来的武汉回战 就等同一正高的日本人 我们 这个胜仗不仅还要打下去 还要正面打 是笨绝杖了打 反观日本人呢 日本人最希望的就是跟你决战的 他太想从中国战场早日脱身了 他怕消耗掉 用云南进对付英美的战争资源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你们的中条山之战 正中日本人下魂 犯了兵家打击 你们是按着日本人的意思去打的 没有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打 焉能不败 是啊 日军对中条山火军的突袭 事前早有征兆 也是求生心切 非但没有引起重视 反而拿出一个出击作战的命令 结果魏力皇人在重庆 日军先与我挺进包围 切断了我后路 这才酿成了此时的大溃败 对找准失败的原因 找准 对付敌人真正的办法 才能打持久战 才能让这个抗战持久下去 李晴 李晴 你们八路军的那一套 我们还是学不来哦 冷饭 八路军对付日本人 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不按照你日本人的意思去打 更形象一点说 就像聊斋当中的一个故事 狂生作业 这里 这里 我认你鬼脸百般 我认你八面来 我只一路去 看谁能耗得过谁 这里 这里 有情况 其小时候没大声 一共一山 幸亏你们没有我们的办法打 否则一个中条山 八路军早已是秦家荡产 关门大吉落 好 老范 我杨历青少不更事的时候 就是你 带着我支撑东征 之后有各位其主 相互刺杀拼命 多少辛酸坎坷 到了今天 我们又走到一块了 一块对付日本人 得挺住乐坏 嗯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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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眼前暂时的失败 当我们垂垂楼椅 再不回看今天 这点勾坎 真算不了什么 对了 李星 你那里还缺不缺点什么 李竹枪制弹药 我老分虽说也有些不济 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看你那里 最好的不过是三八大概 算了 等你老范什么时候 部队真正脱险了回归建制 再说 不过话说出来了 这就算欠我的了 行 你小子坐下 请你这儿忘了 吃饭 也就你来了 我才能吃得下 我走了 我老公 你这儿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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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军的三十六师团 四十一师团 还有第十六 第四 第九旅团正在向我合围 军区命令我团 立刻以联维作战单位 分头向外突围 跳到敌人外线以后 再行集结 是 军区能有向友军 烦心两制第十二十发出通告 罢了 我们班长正在赶往凌川镇 大家看起来啊 从这儿 到这儿 按照市长的命令 带队分头部署 是 师座 八路军首长建议我们 以延维单位 小谷多路分头打出去 别人的有效办法 并非是我们的两策 把路径的编制组织严密 拆开来再合起来 轻松自如 我们不行啊 拆起来倒是容易 要装回去就难了 要吸起中条山溃败的教训 还是赚成拳头 坚决定的打出去 孟大兄 这么些年 你我二人两手作战 驰骋战场无往不利 恐怕 这是最后一次同路了 师座 大战在即 何处此前 战以身为主 胜以气为心 我是看你一脸的忧虑啊 真不好 会影响士气的 要让士兵们 带着笑容上战场 我明白 小鬼子想拿我命 还是得吃点力 反正我战死一千 弟也上不了九百 孟大兄 想不想和我一路 要不你带三十五段 另头一方 听你的 还是娇不离貌 秤不离脱 就是死 也躺在一起 齐店长 到 那你们七连呢 从东山与以北 这条架构冲出去 先向东南 往昭家村方向 再折向西北 里村方向 记住不能进村 村庄都是鬼子的要点 突围以后呢 继续向北 往李庄集结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种新民区武功队的同志接你 是 周连长 到 我告诉你啊 天塌下来你都不能管 就一个目标往张冲突 蒙打 突然折向西北 看见没有 这有一棵独立树 独立树西边有一条干沟 借夜色潜伏的干沟里 寻击向西向北都可 只要到了刘家坡地区 你们就安全了 那是刘家坡 惠民区武功队的同志接应你们 明白了吗 明白 刘连长 诺 能看明白吗 刘连长 诺 能看明白吗 刘连长 上了 兄弟们把他拼了 是野战船炮 鬼头的编军在铝团之上 没有退路了 后面是日军的两个士团 冲出去只有花山一条道 乘团长 到 你们团一定要给全士山捆成血路 是 所有人上次的 要卖出去 杀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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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鬼子 冲啊 冲啊 兄弟们 冲啊 冲啊 冲呢 冲啊 冲呢 冲呢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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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让我看看 你这个小脑筋在想什么呢 董伯伯是我爸爸吗 你说什么 这得问你妈妈 她要是不说的话别人谁知道 她跟老董没有结婚 也就是说你是非婚生的 你懂吗 大人啊 有时候有些话是不方便公开说的 其实小姨也是一样的 我爸我妈也是没有结婚 然后他们就生了我 能有的你吗 飞鸣 不想了啊 想了也是白想 我都不在乎 你还在乎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小姨呀 有事要请你给我帮忙 帮忙 帮什么忙 走啊 走了我就告诉你 走 你先告诉我 帮什么忙 网站 你赦吧 布局长 最高等级的密尸呼号 回来的 问问她是谁 是 她说她是西安的M派 好 好 终于出来了 你马上问她 出了什么事 是 妈 我想好了 我要跟同学一起去延安 什么 去哪里 好话不说第二遍 没听见拉倒 反正我出于已定 没人能拦住我 你给我站住 瞎说什么呀你 放着好好的师范不念 你跑那个大荒野地去干嘛呀你 妈 你这是无知 什么都不懂你 还大荒野地呢 连去过延安的美国人都说 那里是他们见过的最为淳朴 最为生机勃勃的中国土地 看看看看 过去是三娘教子 我的同学想着要续上延安的鲁翼 然后我决定了跟他一块去 我们约好了 明天就去八路军的办事处 去办手续 你想去做什么 做许家 战斗的做许家 你个左下 那也不一定非去延安呢 姐 只有战斗的生活才能产生战斗的歌曲 你 你是不是看了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了 怎么 不能看吗 当然不能看 咱们家呀 又出了一个立青 做立青哥有什么不好吗 好啊 他现在是八路军支队的司令员了 我敢说不好吗 本来就是 横刀立马 斩将擒贼 就不像大哥那样 成天神秘兮兮的 谁在说我坏话呢 女大师八变啊 越变越难管了 爹 丽华 你那个同学蒋经国 不是在苏联正在办什么 青年军 舅舅 你干嘛不把他去介绍那去 经国那边正需要这种进步青年 我不去青年军 那里都是一帮富家的王库子弟 我要去延安 那里才是真正的大熔炉呢 我这回带回来了一些 美国罐头 什么奶粉巧克力什么的 都是美国十字航空队送的 还有两瓶口口可乐 秋秋 你尝尝要不 我不稀罕 你去 你去和林娥说说 跟她说 别再挖我们杨家的墙角了 办事出不给办 她哪儿也去不了 这时候找巴洛军说这事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 你也别多问了 最高机密 我们现在正晾着他们呢 你这时候找到说这事 不是找不同会吗 我这就去见中复主席 你守在这儿 估计还有后续的关系 老牧 老牧 老牧呢 刚才延安发了一封特级电报 他去见州副主席了 你去哪儿 忙什么呢 跟美国人谈判呗 跟他们谈什么 十几个师的美军装备 都运到中央军去了 我们这儿连带奶粉都没有 在白家上 可不能用这种语气 得大度 我就敬佩州副主席 在什么时候都温温而养 不畏不亢的 老美都佩服他 咱们各根据地 营救美军坠机飞行员的事 进行得非常好 正在商讨 建立双方对轰炸目标的 情况交流工作 到时候有你们可忙的 听说月底 州副主席不是要回延安吗 我来 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 要不然 你跟那一块回去吧 顺便把你和丽清的事给办了 这事由丽清定了 怎么了 还没结婚呢 就开始鼓励大男子主义了 人家是匈奴不灭 何以安家 你也想这么着啊 这是不能听他的 听我的 我找人 把丽清从前前调回来 你们俩 不按咪咽再回来 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还能不能听你的 你还能听到 你听到没听到 你听到什么 我以为我 我应该听到 你听到 也算是我妹妹吧 行 我去看看 她要去延安上鲁翼啊 像这样的小青年 一天得来上好几十个 要不是说她认识林娥 我早把她打发走了 这山北奸区作战计划 已经下马 作战日期 在中央兰返回延安 到达西安的当天 七月九号 由胡东南指挥第三十七集团军 以及第三十四集团军 下辖第一军和第九十军 闪击延安 这个时候和共产党撕破脸皮 国际舆论会怎样看待此事 正是因为国际舆论有利 校长在拍板此事 几天前 共产国际的解散 就是最大的利好消息 是对共党合法性的 沉重大击 为此我方有意 不再公开报刊轩然此事 目的就是要造成 此次闪击延安军事上的突然性 所有情治部门都要配合此事 要保证一举铲除未来党国的最大隐患 是 姐 姐 你知道吗 我见着屈家姐姐了 她对我可热情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们屈家对我们杨家从来都很热情 她同意你去延安了 没有 她说我的基础还没有打牢 她让我再等两年呢 姐你知道吗 屈家姐姐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延安作曲家的情况 原来险境还是留学法国的 赫鲁丁啊原来一直都在上海 我还以为他们都是鲁一的学生呢 屈家姐姐说我年龄还小 来日方长 我早跟你说过了 学校里面是教不出做曲家的 你偏不信 非得共产党说了 噓 千万别再说了 这小祖宗啊能改变主意就好 幸亏遇上了曲家姑娘 要不然别人也说不了她 你说 这大革命时的广州也没这样啊 这延安怎么就那么吸引人呢 主任 抵法战区胡长官之助与专员 要给你讨论军务 不知道 胡宗南的手下 让他进来 是 请 徐元秀 我奉胡长官之命 来跟您谈一件事 下去吧 是 什么事说吧 你应该已经知道 我们此次闪击计划 楚部长要求我们情报部门 协助你们行动 此次闪击延安 我将调动担负同关至益川 黄河防务的第一军和第九十两个军 参与攻击行动 我了解 胡长官让我咨询一下 是否可以将同时担负核防的 第十六军也调出 以增加成功把握 上校 恐怕我们情报部门 很难替你们胡长官做此决定 不不 胡长官用意一化 一 在我闪击延安期间 根据你们所掌握的情报 对岸日军有可能乘据越过黄河吗 那就很难说了 三个军调走两个军 已经够呛了 现在连唯一的十六军也要调走 那就是说整个河防 再无一兵一卒了 如果我们闪击延安速战速决呢 那你要不能速战速决呢 你是不主张增调第十六军 我什么都没主张 因为你们尚未行动 对岸日军未来的反应也无从知晓 那好 我就把您的话 直接转告给胡长官 可以 我看你 你 在黑暗与黎明之间 你来不及道别 只留下不舍的泪光 思念到燭光 点燃了星空 隐红的灼泪 滚落在历史面帮 我要飞 我要飞 像自由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 我要飞 我要飞 像自由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惊慌 因为我们的血会足够流淌 因为我们的血会足够流淌 为足够流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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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